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有機饅頭 有機饅頭我們分了兩種 今次我會做比較深色 我們用的材料會用到泰國有機蔗糖 如果我們想要淺色的話 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也是有機的糖 不過這個做的方法不同 它會比較白一點 但沒有經過漂白的 我先介紹一下材料 我們有就是有機低筋麵粉 另外就是有高筋麵粉 這個也是有機的 我們需要多少呢 稍後可以放進去看材料 大概的份量是多少 我都很清楚寫在這裡 我們將低筋麵粉400克 加高筋麵粉200克 來做的 那麥頭為何會用高筋和低筋呢 如果我們用了高筋 它做不到麥頭這麼滑的感覺 如果用了低筋 又不夠伸展性 暗度又不夠強 我們加上變成中筋 至於那些麵粉 你們可以在這級市場 現在都有很多高筋和低筋麵粉 可以買到的 你們嘗試去買一下 我們這裡都有的 首先呢 還有其他的材料 我們把所有材料都準備好 我們有這個糖 這個是蔗糖 有油 三湯匙羹的 這裡 這裡就是兩個細匙羹的酵母 那麼我們其實怎樣去量它呢 這個呢 它是需要 就是要五湯匙 我們吃飯 中國人吃飯的湯匙 這個五湯匙 這個油三湯匙 都是我們中國人吃飯的湯匙 這個多少呢 那個酵母呢 我們用這個細細匙羹 這個叫茶匙 我們兩茶匙 還有水 水呢 我們用到三百二十五克 你可以用三百三 三百二都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三百二十五是剛剛好的濕度 我們把所有材料都預備好了 至於另外的油呢 也說一說 油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度米油的 煮東西也可以 還有用來做沙律也可以的 就是這麼多的材料 首先我們把麵粉全部倒下來 兩隻麵粉加在一起 準備一個 這個刀刮 然後呢 我們把糖 放進去 油 都放進去 都放進去 好了 跟手呢 我們把 三百二十五克的水 預備好 我們把這個酵母倒下來 好 倒進去 之後呢 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它一攪拌 它就均勻了 這個酵母也是有機酵母 這個過程很重要 我們不要儘量不要直接放進去 這個酵母 因為你搓不均勻的 除非你有機 我們現在呢 我為你們示範呢 就是用紋手搓 當然我也有機的 等一下呢 我會有另一個示範 就是用機來做 看看效果 會有什麼不同 這裡已經溶了 溶了 我們全部倒進去 如果你們想 它發酵得好一點 快一點 你可以加熱水 就是說這個是熱水 這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呢 用凍水 另外我們會有一個 發酵的過程 會和你們再講 我們所有材料都預備好了 首先 用刮刮刮刮 不用做手那麼髒 有機麵粉 和不是有機麵粉 會有什麼不同 因為它沒有經過漂白 它會深色一點 不會白白白的 再加上這個蔗糖 它做出來就會很漂亮 差不多 大概攪勻 這樣就算了 然後我們 好 下去這張桌子 慢慢來攪拌它 當然我們要用力 用力 好 這樣拆 慢慢拆它 盡量拆勻 水應該剛剛好 你看到這些粒粒 有些黑色的粒粒 其實就是那個 蔗糖來的 蔗糖 它現在就不會融的 有些粒粒 但是它蒸完出來之後 它會融掉 所以不用介意了 好了 這樣 慢慢拆多它 如果我拆 就應該是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五分鐘都OK 只要你的手勢適合 至於 手勢應該怎麼拆麵糰呢 我自己的習慣 就是 將 永遠都是 這裡 當它是一個 口 這邊是麵 你看到很多 你看到好像 不是那麼漂亮的 等一下 插一下它就會漂亮 我們永遠 都是 如果你是用 右手 用慣右手 你就把右手 這一邊 撥過來左邊 推 永遠都是 如果你是左右 你就這邊撥過來這邊 推 其實單手都可以 單手 它本來比較細身 一邊拆 拆到面糰完滑 滑下來 很漂亮 有光澤 用一點點力 力就是硬力 最有記事是推開 厚一下就把底弄開 已經是不漂亮 千萬不要這樣 我們用硬力推一下 制作一下 一邊推出去 慢慢推出去 就很均勻 慢慢推 有時可以用兩隻手推 兩隻手推就會快些 或者單手都OK 足夠力 我們又看看別食如何 是不是漂亮了很多 但都還未可以 看不看見 這些還未推得均勻 慢慢推 推到有彈性 饅頭比較容易做 沒那麼複雜 麵包會比較難 推多一會 我們又看看 又漂亮了些 我推多幾分鐘便可以 大家看看 是否又漂亮了些 我們繼續推做味道 又說回水 我用了325 我現在推一下 就覺得 都是加多一點 你可以上下 只差少少 你可以用330 都可以的 我現在推一下就覺得 真的差了少少水 但現在就沒得夠了 是不是 這樣就不要緊 其實蒸出來也是很好 好了 看看 又漂亮了些 那我們繼續 這些一點點 這些全部都是糖 待會發酵完了 我們一蒸出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已經溶完 這個麵糰 很快 大家可以試多點 這個方法去推 有時會失敗 都不要緊 做多幾次便可以 差不多了 很漂亮 自己感覺到 麵糰 很漂亮 差不多了 大概這樣 再推一會 可以了 我們饅頭的要求不高 大概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最好預備一個大小的盤 怎樣大呢 大一點就可以了 我們預備一個盤 跟著呢 在上面呢 塗少少油 一定要塗油 如果不是發酵的時候呢 它發酵的時候呢 它會 捉住下面 捉住那個盤呢 盤底呢 就比較難摸 我們這樣吧 把它放好 好 跟著呢 就用個保鮮紙 蓋住它 整個饅頭 做饅頭的過程呢 就是這樣了 等它發酵了 好了 跟著我 看下 去鍵去發酵 看一看 怎樣去做一個 溫度去發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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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